三个中产党 今天我们会继续跟进陈同佳的事件 其实上周我们已经录了一集 但最后也不能够 因为原本我们预期陈同佳会被台湾拒绝 就着这个背景,我们就评论了一次 谁知道那晚蔡英文就立刻转态 我不明白,其实很明显就是蔡英文跪下了 而台湾的民情一直都在说 民进党不能够不去接收一个肯自愿投案的谋杀犯 但不知为何香港人是调回来的黄丝 看蔡英文多高招 玩回香港政府转头 又说蔡英文 其实是香港的黄丝 我看了沈奥徽那样写 我觉得是这样的 他们其实是炒车的 但问题是因为黄丝人多,还炒车你不说 他拒绝你又说他玩你 他接受你又说你玩你 那你怎样说 其实台湾有类似的说法就是 就算我是撒民进党 你很明显都是转了几次态 你转了态,你都说他对 他转态的就是说那些策略 那你什么都对了 但你台湾人就是高质素一点 你怎样说都好 蔡英文这次就是反口之余,你跪下了 香港人是反过来 你看蔡英文多高招 林郑被他玩得妥妥令,他都拒绝了 为什么我们香港的看法是可以 你完全是把这些事情调回来说 不,这完全是不重要的 你说这样对 然后人家转态 你说人家转态又对 明白吗 永远都是蔡英文对的 那你就是说什么呢 我就真的不明白 那我简单说一说过程 因为最初我记得陈同佳出来的时候 内政部长徐国伟再加上苏貞昌都说 第一样东西 这个香港人来的 他又是杀另外一个香港人 没理由在台湾处理 那你香港自己处理 另外之后就说 其实你不应该给他出来的 你应该用你的行政措施 继续关押他 等我们香港和台湾谈好那些事情 接着他才可以过来 第三就是说 蔡英文就说这是政治操作来的 你摆明就是借着这个政治筹码 来想害我们的 于是就说我们禁止入境 这个就是沈玉辉说 又政治又说什么恐怖分子 又说什么春春 哇 这个时候还有人拍掌 这个时候又这么准 说到冷战就有间谍 又有间谍 接着蔡英文就说一句 现在你香港不处理 就我们台湾处理 其实根本就是跌了在地下 拿回扎沙 你又说到他好像很厉害 我觉得很奇怪 或者你香港那些所谓评论 究竟你是出于有心 还是白痴呢 可能两样都有 当然我们现在就要trace 整件事 究竟我们说关于陈同佳案 你们有什么看法 我听我说一下我收到风 其实最初 最初 当这个判冶冶命案发生了 然后陈同佳来到香港 其实最初特区政府 就是我说去年的事 2018年的事 是想送他回台湾 但台湾说不收 台湾说不收的原因是为什么呢 一定要有个官方的司法合作协议 所以说明才收 就不可以暗马底收人 第二件事就是我收得你个人 陈庭佳在香港做的口供证供所有的东西 我要拿起来 但这个就牵涉到中华民国的问题 就卡在这里 如果周显大师不同意 或者你有什么看法可以再说 这是我收回的 然后去到去年年底左右 潘晓永的父母就去找周显鼎帮忙 周显鼎就去找林郑卿 我真的很客观 虽然你可以说我帮建制派说话 他们那时候真心订了一条路 就是说我们有什么方法 令到逃犯条例收定 或者司法协作可以收定 令到他送回台湾 但只限于台湾 谁知道他们的建议交到北京后 北京下来的版本是完全不同了 就跟他说 说明我们就是要抓那些小季酒店 躲在那些大陆佬 你们就想方法帮我推出这条标 整件事就是我所知的发展 其实林郑是无辜的 没有无辜 因为他未必是无辜 但问题是 最初林郑是一个AO小女人 他怎会想这么大 这件事发达了 可以作为一个摧毁香港 民主人权法治的一个计划 哪有他这么洪涂 跟这个节目的看法一样 他都是港女 港女不是一个梟雄 但后来当中央派了这个任务 他真的要死 当然这个就是他最大的罪业 就是这样 我说很快的一个计划 刚才你讲的一点就是说 我也想听大使怎么说的 一个就是说 你说究竟是不是因为 中华民国那样东西 所以做不到这个协作 但我听过一个说法 就是说其实不需要的 就是你司法协作的话 其实是不需要 就是要承认对方 是 因为他规定要触怀民国 他规定用中华 其实不需要 如果不是你就签不住 是的 他规定要用中华 原则是不需要的 是的 那这个事实上 是不是因为他要坚持 所以做不到呢 没错 我就不肯定 没错 没错 这是第一件事 另外一件事 我在街上收到这一封 都是说 其实两边是一路 不是其实是你所说的 其实两边一直有谈谈的 直到现在这一刻 其实无时无刻 人们常常说 你警察不做事 其实是不停地做的 我听回来 就是两边都不停地做的 就是警方那里 但是就是 就是 放在桌子 什么时候拿出来说 什么时候说大家不合作 他们就选择了时间 我收回来那一只 我只能对于这件事 就是他们两方面 都是无资兼无耻 就是说是台湾和香港 我不说北京 因为北京现在出面的是香港 我说一个基本原则 司法管轄权 Jurisdiction 这件事 是国家主权的一个表现 当你说香港不是一个主权 或者大陆不是一个主权 就是说是你的尊严 是你的面 所以管轄权 究竟你是属地原则 属人原则 所有事情 所以你是不是合法 或者是属地 这件事 撇开你的真正这个问题 但是这件事本身是个尊严 就是蔡英文 所以后来给马英雅 马英雅 蔡英文的学位真的买回来 就是 那个人来投案 你不能够不接受他 因为这个显示说 你说中华民国是一个国家 这个是你国家的尊严 那个人在你犯了法 你就要投案 林郑月娥立《逃犯条例》 这件事是非常无耻 就是因为大律师公会是对的 因为当你要立例的时候 你不应该想办法 现在没有法律 那你就要想法律 你想法律 不应该你的法律是司法护助的 你不应该想办法 有办法送他去台湾受审呢 这件事是很无耻的 你应该想 我有什么办法港人港审 因为港人港审才代表自己的专业 就是说 假设现在香港人 两个香港人 在台湾犯了法 假设现在这个陈同佳 是去了一块九五八八的地方 那个地方叫做 于坟审解设 其实正确的做法就是 这是一个责犯 香港要争取陈同佳在香港审 台湾要争取这个人在台湾审 这件事是一个尊严 大家应该争取 把这个人拿回自己审 反过来讲 任何国民都有责任保护他们 当然你都有责任制裁他们 是 但问题 你不能够把那位自己的国民 送去其他地方 你自己的Jurisdiction是自己的尊嚴 整班人就是蔡英文 後來他改了蔡英文 比林鄭好比林鄭好 整件事的基本原則 就是你一定要拿回Jurisdiction 你的國民自己的事 當有爭拗的時候 一定的爭拗是在自己的方 而不是放在別人的方 這是基本原則 他們連基本原則都不一樣 所以說他們是無自堅無恥 因為整件事是 不知道他們自己不知道發生什麼 法律的狀況 究竟基本原則是什麼 他們是沒有手動 我先不要講其他詳細的做法 但Jurisdiction 主權尊嚴 即是沈旭暉 亦都是一個無知堅無恥的人 我可以這樣說 我從來沒有這樣說 你講到恐怖分子 你一個國家 原來你怕恐怖分子嗎 即是有一個恐怖分子來你台灣 那你就不要了 你不敢監禁恐怖分子 你問國家是什麼國家 中國人民國家要取消 這樣就要 但有這樣說 現在有很多海外的ISIS成員 就不能回到自己的國家 那是不是無恥 那是無恥 那是無恥 你現在回到國家 你捉他拘捕他去坐牢 你怕人家劍獄嗎 那你覺得是什麼國家 你那個國家回來 你犯法 你在外地犯法 因為你在外地犯法 美國的霸道地方 就是自己的Jewisdiction 在別人那裏施展 譬如民主及人權法案 或者去巴基斯坦 抓人回來槍斃 因為犯了我美國的法律 犯了美國 我美國不喜歡他 即是你的Jewisdiction 在別人那裏施展 即是Jewisdiction 究竟在哪裏施展 是你的國家專業 國家的權利 你是不可以取消的 我覺得台灣比較無恥 因為ISIS 你都是國外犯罪 你回來 我又覺得你有危險 你都去了外國 我都不再承認你 所以我就不要你 但是現在陳同佳 作為一個外國人 在你台灣的地方犯事 你竟然覺得不需要制裁他 因為你擔心他 你擔心他 你擔心他 你們的警察 你們的監獄 是做甚麼 你們擔心這件事 你們擔心這件事 你一定要維持尊嚴 維持你的法治 你是比你擔心這件事 你擔心這件事 你不是政治操作 人家的政治操作 走到這個位 為甚麼叫將軍武棋 因為你不可以飛漲過河 你不可以用矛盒招 人家走到這個位 你只能接受這個位 大家經常都不知道 國際關係 或者 國際關係 或者國家的政治 你不能走到 因為這件事不利 那我就不做了 明白嗎 至少你都要找一個方法去不做 對不對 你有沒有搞錯 原來你是恐怖分子 你就不收 但恐怖分子犯得罪 原來你國家那麼害怕 恐怖分子 你國家那麼害怕 你國家便尊嚴掃地 你以為後來會怎樣收拾 發展到這一刻 現在已經想到一個方法 陳同佳自己去機場的時候 他一進入台灣的飛機 屬於台灣領土 那時會立即有些越野警方的人員 就夾著他坐 夾著他坐之後 那些人亦都說不需要擔心 因為那一架機 一定是事先揚出來 就會叫所有記者來 所以整架車只有陳同佳和記者 一下機就整個鉗走了你 連管浩銘都趕你去機尾 不讓你和陳同佳坐 現在似乎的勢 現在最尷尬的是管浩銘 他心情不好 他又不想坐飛機 我覺得很奇怪 你起初又說勸了他 現在出來就說 別人不讓我上機 我現在就不上了 我覺得現在最無恥的就是管浩銘 因為你又說勸了人 現在又說別人不太 陳同佳是經理人 我是他 很簡單 這也是人性的問題 我在監倉中覺得 我真的犯了很多犯 我出了來 現在去哪裏住 去京視帕的安全屋 你住了那個豪宅 享受一些正常人 甚至有錢人的生活 我當然怕死 這件事我覺得是非常之錯 我不知道阿管浩銘的心理 你夾他出來的時候 你夾他出來的時候 就算是機場 就算不是機場 你夾他的公屋 或者很窄的房間 所有人都享受過 有一個很差的環境 享受了一個很好的環境 你就不想死 我講的 有人監察他 你也要監察他 陪他住公屋那間很慘 你有三個人監察他 那三元都陪他 我就是你 教他三元是最合理的 所以台灣的說法都不錯 你先記住夾住他 他要明白 一個人坐了幾年多監 一出來回歸自由 你去那間餐廳住 你去那間餐廳住 你吃的東西都不會差 你當然是不想死 我不想死 我當然是住 你沒有人趕我 我一定不走 所以我告訴他 你現在要夾走陳凌街 真的沒辦法 你真是黑暴蒙頭 推他去機場 你這樣才行 不然這傢伙現在我這樣吃好住好 我當然要磨幾年才再想 然後做些什麼 為何人綁著他 我不想走 我現在一定不是 我現在天天都會說 我不想死 管道明說你上去 我現在很沒面子 跟傳媒說你去 我現在不想死 那你就堅硬卡住 現在就到這裡